先来介绍的是 Bosch HBA E3B250A 它的外观尺寸是60-60 里面的容量是58公升 它一共有5层 12345 它里面的加热呢是 有上火 跟 后面的环形加热器 它一共有 两层玻璃 这两层玻璃呢 在加热的当中你会觉得有烫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有 一个境遇 就是告诉你这是会发烫的表面机小心 左边跟右边各有一个旋钮 这个是灯光 解冻 上面积大火 上面积大火加旋风 还有一个3D立体旋风 右边 是温度控制 从50度到270度 中间这个大型的荧幕呢 有 现在时间的显示 你也可以 第一个是一个闹铃 闹铃是 可以作为一个提醒 不论是烤箱里面正在烤 你要做第一段的提醒 或者是说 提醒你炉子上面 正在煮的一锅汤 你可以设定时间 第二个呢 是 烘焙的时间 设定 再来第3个是 你可以做预约的设定 预约设定 譬如说 你告诉机器说 今天晚上 的7点钟 我要把地瓜烤好 可以吃了 好 你就先来设定 烤地瓜的时间 例如是 40分钟 OK 你就给它40分钟 烘焙时间是40分钟 再来预约时间呢 就 设定在7点钟 把 温度 调好 把功能也设定好 机器就会在一个 背机的状态 等到 今天晚上6点20分的时候 机器就会自动启动 然后在7点钟的时候就 把你所需要的这个食物 烘焙完成 这个是 预约的设定 然后最右边的这个呢 就是现在时间 的 设定 那这个呢是一个 儿童安全锁 它不是锁住 它不是锁住 烤箱不能打开 它是锁住这个设定 就是 以防万一小朋友 他好玩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家庭会把他 把这个烤箱是放在下面 所以 小朋友走来走去 他可以去玩 他可以去开 有时候就乱转 OK 儿童设定 把它设定之后 这两个东西就不能再被启动了 只要按住他 五秒钟的时间 他就 没有了 这一台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